- 波士頓馬拉松是每年於愛國者日所舉辦的大型比賽 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馬拉松比賽 所以吸引世界各國的朋友參加比賽 參賽者人數也都會超過2萬人以上 圍觀人數高達50萬人 真的是好大型的馬拉松比賽的史密達 而這起爆炸世界是發生於2013年的4月15日 在中鐵線附近發生了兩次的爆炸 造成三死183人受傷的恐怖攻擊 當然 相關的新聞資訊 大家都可以透過各式的媒體平台看到 所以我這邊就不再敘述了 會做這個推薦短評 是希望更多人了解關心恐怖攻擊這個議題 他們跟錯了地方 叫警察 在了結論嚇 enormously 他們開始到水樫 打算刺一些 他們不會出現了 重提出 首先 我真的要說 近期的真人真事改變的作品都還不錯看 怒火地平線、薩利機長、鋼鐵英雄等 也都可以看得出導演透過鏡頭 將這些值得被世人知道的事件 重新包裝放上大螢幕 當然改編的電影跟紀錄片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電影可以因為編導的功率而變得好看又不失原味 觀眾也可以透過好看的電影進而去了解真實的事件 我認為這是很棒的做法 雖然是改編的故事但是還是要力求真實 也可以看到導演有帶到 當初事件參與的將官單位與受傷的民眾 也用不同的立場與心情去看這個事件 讓整個故事更有厚度 前後呼應也更加強烈 事件發生後FBI也立馬成立了緊急應變小組 背負著巨大的壓力 為了不要讓下一波的恐攻再發生 必須與時間賽跑用最短的時間找出嫌犯 幹得出經過多次的恐攻後 美國也有一套SOP來應對 所以快速的鎖定嫌犯並且封鎖全程 動員2500名警力 FBI 軍隊 上下一心 追捕在逃的嫌犯 嫌犯逃至波士頓郊區時 警方也遭遇到頑強的抵抗 在城市中爆發衝突的激烈戰 一幕幕緊張又寫實的畫面 呈現在觀眾的眼前 好和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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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需要一套武器 就是愛 本片中雖然有不錯的卡斯 但卻也只是整個體制下的一個小螺絲釘 沒有特殊能力的英雄 所以展現出人性本善與團結互助的大愛精神 這點是讓小編我看得最感動的部分 波士頓警局與FBI協助了本部電影的拍攝 觀眾真的可以透過螢幕感受到 每個環節的現場氣氛與人性的糾結 劇組雖然力求還原 但也要顧慮到當時受害者民眾的觀感 不要再爆炸現場再度演出這樣的橋段 所以劇組居然搭建了整條街 超大的1比1綠幕場景 完全複製當時的街景 一磚一瓦也都不馬虎 也讓人幾乎不可思議 不說的話根本不可能發現 這些場景是用綠幕拍攝出來的 有更多鑰匙嗎 我想一個警察 沒有 沒有 我現在有權利 你不會被罵了 然而讓小編我看到十分氣憤的是 恐怖份子的妻子落網時 要講人權 要求律師 面對一個不把人性命當成一回事的人 還想講人權 讓我想大喊 人權是留給人的 不是留給畜生的 人不應該活在恐懼中 恐怖份子居然落網也會害怕 製造恐怖的人原來也會害怕 真的是可笑至極的反應 雖然是一部 看人會令人憤慨不舒服的電影 但是也可以看出人們在碰到災難時 互助團結的一面 也看到恐怖攻擊後 人們再度站起來的毅力與勇氣 充滿正能量的一部好電影 非常推薦給所有朋友們去觀看 當然也希望這世界上不會再發生恐怖攻擊了 讓這個名詞就永遠留在電影中吧 我是好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覺得影片不錯 可以給我們一個鼓勵 如果想來哈拉更多電影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對了 如果你看完愛國者行動 最後推薦一部也是有關恐怖份子的電影 這部就比較有爭議 是三妙傑克森主演的《戰略特勤主》 劇情描述 三妙必須在48小時內 拷問出恐怖份子炸彈的放置處 片中使用了激烈的手段 惹了人權團體的批評 到底是人權重要 還是即將爆炸的炸彈重要 這顆議題 大家也可以透過這部電影中尋求解答哦 最後兩瓶然後三個成城 三個尖炸彈,三個尖炸彈 三個之山 三個部電影中在你所相信 三個尖炸彈,三個殿免 他必須相信我 我無限 這隻的毒拗抉 這不公正 如果這幾個尖炸彈 有發出沒有公正 因為他會不公正 I will find you alive and I will break you NO! I will not allow this to happen This is not about you This is war This is sacrifice This operation is terminated There's no time